好消息,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天正式投产发电 据报道称,该电站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将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的绿电供应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到底什么是抽水蓄能? 抽水蓄能的作用在哪里? 欧美发达国家有没有抽水蓄能项目呢?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能打的? 为何中国能造出全世界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这个成功对碳达风碳融合有何积极影响和贡献?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子,我们又见面了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按住点赞的键三秒不放手,非常感谢 央视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正式投产发电 这是当前世界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它创造了四项世界第一 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储能能力世界第一 地下厂房规模世界第一 地下动室群规模世界第一 不仅如此,在发电上来看 该发电站总装机规模360万千瓦 年设计抽水电量87.16亿千瓦时 发电量66.12亿千瓦时,综合利用率接近76% 那发电量66.12亿千瓦时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 66.12亿千瓦时就是66.12亿度电 假使一个人每天用5度电 一个人一年用电就是365乘以5 等于1825度电 66.12亿度电够多少人用一年呢? 咱们用66.12亿除以1825 等于362万3千013个人 也就是362万人一起用一年 据七谱数据显示 吉林省吉林市常住人口362万 所以,河北丰宁抽水虚能电站发的电 供吉林用一年没啥大问题了 当然,这是估算 让你有个主观上的认知而已 那么,到底什么是抽水虚能发电呢? 在今年5月份我做的一期有关碳中和的节目中 关于如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替代板块里 就提到过抽水虚能 这里咱们再稍微解释一次 我们提到清洁能源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风能太阳能 这两个能源绿色纯天然容易获取 然而,风能太阳能这两种能源 它有个弊端 它们都属于间歇性能源 那什么叫间歇性能源呢? 就是说,有风有太阳它就能发电 没风没太阳就没电 而给城市供电是需要持续性保证的 老百姓随时打开电能开关 都要有电 那么,怎么能在有风有太阳的时候 把电发出来,存下来 再用电高风啊 比如晚上才输送给城镇居民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电力存储 所以抽水虚能就迎源而生 来解决风能,太阳能这种抽风能源的 电力持续性供给问题 那具体如何解决呢? 简单说,就是在高山上建一个大水库 然后在山脚下再建一个大水库 在白天有风有太阳的时候 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的电 把低水位的水抽到高山上的水库里存着 那等晚上用电高风的时候呢 再把山顶上水库里的水放出来 利用水力发电 水放到山脚下再存起来 那整个过程就是 白天发电把山脚下的水抽到山顶上 晚上把山顶上的水放下去发电 放下来的水存在山脚下的水库里 如此循环 那讲清楚了什么是抽水虚能发电 我们再来看看中外对这项技术的应用情况 了解一下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做出 最大的虚能发电项目呢 据我5月份调查时得到的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十大抽水虚能设施的总储能发电量 还不及全国一小时的用电量 而截至2020年底 我国抽水虚能装机就已经有了3000多万千瓦 那这就够了吗 不 十四五期间 中国还会在新能源集中开发地区 和电力复合中心新增建设抽水虚能电站装机 投资总规模将超过1000个亿 按照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一个预测 到2030年我国抽水虚能电站的规模将达到 1.13亿千瓦装机 到2060年将达到1.8亿千瓦装机 但河北这个抽水虚能电站的发电量出来之后 可见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的真正实力 中美差异明显可见 然而究其原因 为何中美差距如此之大呢 对比中美来看 我们在能源改革领域确实起不晚 但是中国在碳融合领域必然会做到发展更快 这是由于我们国家是一党制 相比于美国的两党制 中国政治系统有两个优势 一是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 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 政策一旦发布 稳定贯彻执行不动摇 二是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 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响应 执行上能够贯彻到底 从中央到地方落实于行动之上 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导致了 不论在台上想做点什么事情 都会被撤走 而中国的制度决定了 我们无论做什么 从头到尾都会贯彻执行 所以为什么抽水虚能这样的项目 在中国就行得通 在欧美就不太行呢 相比于中国 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 两党制多党制中 很难逃脱执政党出政策 在野党唱反调的政治陷阱 反对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忠诚的反对党 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 推动落实就变得非常困难 这方面美国就是典型代表 而中国则不然 目前美国国家领导人是拜登 虽然他很签订的在气候上做文章 但是谁能保证下一届 他会不会继续连任 谁又能保证 董王特朗普是否会卷土重来呢 民主与共和 背后实际上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也是大财团之间的斗争 还有民粹主义裹挟其内 拜登只有四年的时间 对于碳中和气候问题的治理 拜登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体制优势是我们的硬实力 那除了这个 在基建方面我们还有软实力 目前中国的基建项目能力和经验 也是中国在这种庞大项目实施的时候 决定因素和巨大的优势 基建狂奔的外号可不是随便得来的 美国上一次搞大基建 已经是几十年前了 缺少了经验和人才 难以完成如此工程浩瀚的项目呀 所以小到一个臭血细能 大到中美中欧碳中和之路 其实从决定开始做时 定局早就摆在那里了 我是童子 喜欢本期内容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 三秒不放手 给大家强烈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